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没有变过一日 没悔爱你一生 没悔奉上一生正宗 请你保佑 身体健康 事事顺利 奶奶 为什么又有花又有苹果 因为今天过节嘛 小宝贝 大姐呀 饭好了没有啊 妈肚子饿了 我马上进去弄了 岳山 把鲍鱼煮久一点 我怕鲍鱼不够烂呢 妈呀 看到你就饱了 不用吃饭了 大姐呀 待会儿吃一吃 不用放错了 开饭了吗 外婆 妈咪 贵儿子 我在厨房就闻到你的味道了 你这个臭小子 看到老婆被看到叉烧还高兴 原来是小舅舅来了 怪不得在楼梯口我就闻到榴莲味了 我每次回来都买榴莲给妈妈补气的了 怕隔队盲肠气不足的 知不知道 不知道是谁 那时候送我去宫里医院 算了 妈 茫长都隔了十几年了 到今天还拿出来说 真是 别那么大声啊 待会儿外婆听到又要发笔记 他呀 最看不顺眼的 是你老爸 我还没那个资格呢 哎呀 这要都下得快 这只鸡就怎么放得好看 老板 明天店里所有的鸡都留给我砍吧 我给你煮一顿饭 跟你赌我可就输定了 跟天府赌我就赢定了 说起真心话 上海还真比天府乖又听话呢 哎呀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吗 他又不舍得骂天府 容易啊 先帮我把这拿出去 好好好 容易 你说什么 怎么搞的 吃的美食 准财啊 你怎么不叫御医一块来吃饭呢 那我去逛街去了 他这人就喜欢在外面饮 神经病 有家不回 爱在外面疯 你岳父是怎么教他的 打他行动电话吗 刚才我打到你家里去没人听啊 他没有带行动电话 你以为他会回家煮饭吗 哎呀 怪不得你瘦成这样 你看看你啊 脸瘦得都凹下去了 就算玉余不在家 菲律宾女佣也应该在啊 嗯 来来 我来听 我来听 非用不可能懒得连电话都不听吧 哎呀 你叫妈他懒得呀 逛街也要把非用带着 喂 找谁 你不要哭嘛 天府啊 是谁啊 他边哭边说找大姐啊 找我 喂 我是润善呢 你先别哭嘛 我听不到 谁啊 玉余啊 什么事嘛 你先别哭嘛 那你先别哭了 乖啊 我叫天府来接你 到了家再慢慢说嘛啊 你在加拿大 你这个死女人啊 你太毒了吧你 把钥匙换了就跑回加拿大去了 还跟女人说我坏话 叫我睡火车站的 喂 喂 喂 这什么意思嘛 怪我电话 许老婆娶了这串老婆 这大姐最疼我 放了睡衣 放了拖鞋在这儿 让我回来有得换 我是怕你老婆不要你的时候啊 真的要睡火车站了 哇 你胳膊子往外拐呀 你就这么个弟爹 而且玉余每次都是冤枉她 在演包青天哪 老是喊冤枉 大姐啊 我真的没有偷看那个女佣啊 那个女佣长得 就像打拳的太陈一样 我会那么没有眼光 妈 怪你自己有前科嘛 玉余从小就娇生惯养了 人家是独生女嘛 有时候刁蛮你是正常的 你岳父如果不信任你的话呢 也不会把她的钟表生意交给你嘛 拜托你长进一点 润才 去 那算是什么生意啊 如果不是润才会说英文和上海话 生意会做这么好 女人哪千万不能宠哪 儿子还没生呢 就这么拽了 以后要是生了儿子啊 你还有地方站哪 妈呀 人家惠惠都十四岁了 你说这种话是想让他们离婚哪 你怎么 你怎么把我想得这么坏啊 那你呢 你自己是不是想离婚 我疯了我啊 几十岁还闹离婚好玩嘛 那就好了 你岳父加拿大那边的电话几号啊 我不知道啊 通常都是我老婆在打的 我又不打 那你岳父他家在加拿大哪儿啊 多伦多吧 上次你说在温哥华的 反正不是温哥华就是多伦多了 反正加拿大 我真是不明白 你老婆怎么可以忍受你到现在 还不跟你离婚的 老婆 正好 有杯深茶 你看够不够近降降降你的火气 谁有空生他的气啊 谁要他是我弟弟呢 若好最小 在乡下又照顾不到他 一辈子三姐弟还计较什么呢 好 看你肚量那么大 老公送个玉观音给你 今天在古语界买的 你看看 样子好祥和 好通透 好漂亮 一定很贵了 下次不要浪费钱了 这个小东西值不了多少钱 只要老婆喜欢就好 这么会说话 平时多哄哄我妈妈 你妈对我的成见啊 比柳树根还深呢 你没听人家说吗 自己的子女怎么做都永远是对的 媳妇女婿怎么好都永远是错的 老人家我当然是让他了 你虽然嘴上不说 我知道你对他很好 就算我千不计万不计 我也记得他最穷的时候 有人出八百块钱想买你 他都不肯啊 我小的时候呢 曾祖母跟我说过 说我们今生的琴呢 全部都是今生姐的 只有亲情啊 才是钱是债啊 这么说你一定欠他很多啊 他摆明欺负你嘛 不过没关系 欠多少债都无所谓 老公跟你一起还 这么早就睡觉了 找个人出来跟我陪运才打牌 来 你明天一早要开店呢 你早点睡吧 你说老佛爷想赢你还是赢我呀 你睡吧 你先睡啊 老婆 先进来用用啊 舅舅没他不行的 你在跟我说话 我以为我死了呢 不要这样嘛 舅舅说要打牌 不陪他打不好意思嘛 你去跟他一起鬼混啊 看他那德行 他会干好事 你别弄得我像你舅妈一样 飞回娘家去啊 虽然呢我在印尼没什么亲戚 但是朋友呢我有一大堆 老婆打四圈而已嘛 不用拿出这么一大张王牌吧 这样好了 我买宵夜给你吃好不好 宵夜 我怕连早餐都没得吃 舅舅没人疼 我就做个好人 算是生缘他喽 好不好 都是他把你带坏了 十七岁就带你去夜总会 老婆我跟你说过好多次了 我十七岁那次了 只是进去看看 什么都没做 你看你看承认了吧 是不是 要不是我旁敲侧击 你会告诉我吗 下辈子我都不知道 别说下辈子太久了 先说这辈子吧 来来 给我吧 舅舅有他才能赢嘛 给我 就只想着他赢钱 那谁说啊 老爸喽 红楼 红楼啊 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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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台四台 你专活我打的牌 妈呀 打了十六圈牌 就只有这把糊到您的 我不小心才打错牌嘛 没有零钱呢 喂 就当我没打过行不行啊 行啊 我只想打完算了 没打算收钱的 好吧 我赢三百 舅舅赢六百 老婆 刚好输九百啊 我一句输一千的 那么现在当我赢一百了 来 我先去睡两个钟头啊 不然待会儿你妈又念我了 好了好了 你收拾一下 行了行了 妈 姐妹的数学好像不大及格 所以一辈子卖叉烧了 外婆 你别这样嘛 你也太难伺候了 老爸疼你还要被你骂 他不伺候我 有的是人伺候我 了不起呀 小姐 你打了一碗的麻将也累了 虚火上升 牙肉会肿的 我煮了香菜皮淡鱼肉汤给你喝 好心的 有没有放茶瓜 当然有了 油我也撇掉了 可以喝了 来 端到房里去吧 凉了再喝 好好 顺便把被子给我铺好 好的 喂 你们两个也喝一点啊 好好好 喝喝喝喝 不用收了 不用收了 容易会收的 坐一会儿 走 外婆 走 走 财叔福哥 走走走 福哥 我先去店里把东西弄了 你和老板多睡一会儿再去吧 好好 还有啊 待会儿容易下来的时候呢 你叫他慢慢走啊 好了好了 知道了 我先走了啊 好 大姐真是没浪费粮食啊 养了两只这么勤奋的牛 容易是只母牛 连拖油平大都像只大水牛 你真是的 别这么大声嘛 容易跟向海都很能干的 如果不是容易把向海捡了回来 向海早就烧死了 向海早就烧死了 三日快点插烧 谢谢 大姐 一大早把我叫来 就吃盘这么个插烧饭啊 你大姐天天都这么吃了 你呀 给我乖乖地坐着 等开索师傅来押你回去 打长途电话给你老婆 不用这么老实动众吧 你是要面子 还是要老婆女儿啊 你呀 喂 经纪 你们啊全都是内奸 是 只有妈在谈我 我们有好几种啊 您要哪一种啊 老板娘 我的乳猪好了没有 您先等一下 烤好了王太太 阿炳啊 黄太太定的乳猪好了没有 王太太 烤好了 这种烤的啊 是我们百块那种啊 香喷喷QQ 谢谢你啊 担保啊菩萨一闻到之后呢 就保佑你再抽到一次居屋 好好好谢谢 我可不贪心 只要抽到一次啊 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是啊 居屋啊比重量和彩还棒呢 我老婆想得快疯了 我们都替你高兴哪 有房间哪 谢谢 黄太太 谢谢光临 好香 收钱啊 谢谢啊 如果你不会牵那只烤乳猪呢 你就打个电话来 我会派人去帮你搞定的 谢谢 拿不拿得了啊 荣医啊 你帮帮她吧 好好好 好好好 好 谢谢啊 慢走啊 荣医啊 你小心走啊 谢谢 夏海 趁着有空把烧烤给弄了 冬永波带催了 快点快点 那么晚了 喂 舅舅 怎么了 口渴啊 倒杯热茶给点 还热茶 我怀疑你们店里边 有没有冷气 关冷气什么事 是你太肥了 就算我装十部冷气机啊 你也觉得热啊 老板娘 是不是开锁啊 不是我们 是我弟弟他家 这房邻居当然找你了 安全一点嘛 好好好 大姐 快点走吧 快点赶快洗个澡啊 一身叉烧味 走吧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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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看着吧 荣医 你看着啊 好好好 走了 走了 姐夫 拜拜 不用接着赶回来 知道了 老板哪 你在闻什么啊 刚才润才说一身叉烧味 爸 荣医 永浅 这么早下班 不是 我约了个朋友谈点事情 所以请了半天假嘛 天璞呢 跟上海在后面弄烧鹅呢 谢谢 你怎么提都没提啊 提她干什么啊 六千块啊 不是啊 我刚才跟Amy吃午餐 她说五千块 就肯租给我们了 不过呢 不签租约 像她这种人最讨厌了 抽到居屋有不住 租给别人 一租就要几千块钱 但是我们可以三人世界啊 现在又不是没地方住 替人家供房子多划不来啊 要是被政府知道了 列入黑名单 乐乐可能没名笑念 还有啊 可能移不了名呢 总之呢你就是想大家族 而且啊 泼出去的水啊 咬不回来的 要是Amy突然反悔 我们住哪里啊 那家赐怎么办 顶多到时候 再回头跟你家人住啊 你以为她会像你舅妈一样 什么什么换门锁啊 不是 有根赐不太好嘛 反正我们可以抽居屋 抽多再说 居屋 你有投几款吗 用叉烧腹啊 干什么 还在想我老婆说的那些话 别傻了 香港寸头齿筋 买房子哪儿都能让我们呢 酷哥 如果你真的想买房子 我没什么钱啊 我存了好几年有三四万 你先拿去用吧 别傻了 女人很现实的 没房子谁会嫁给你啊 我老婆虽然有点烦 但是很容易红的 我幸福了 我有老爸老妈养 你要为你自己打算哪 没关系了 我当你是我亲兄弟啊 傻瓜 香港有多少亲兄弟 都是为自己打算的 那你为容易打算一下喽 她七十几岁的人了 你猜只有几万块 平常哪有老呆在店里 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你想取费用啊 不然去大陆去老婆 只要娶谁都无所谓 只要她孝顺荣姨 荣姨那么疼你 看来她没喝过 你媳妇奉的茶 她脚子身不直喽 那我宁愿不娶老婆 希望荣姨长命百岁 真乖啊 你真孝顺 可是缘分呢 有时候说来就来的 你到底喝了多少 你不少嘛 你没事吧 对不起啊 小姐 您 您排货啊 对不起啊 小姐 对不起 找路不长眼睛 算了 还好我的手表是防震的 喂 车来了车来了 哎 接张哥 哇 好可哉 好在也不让我赔啊 喂 你什么时候买的 买什么啊 在地上捡就行了啊 你好坏啊 睁着眼睛说瞎话 吓得那个傻瓜 以为真的踩到你的钻石表了呢 你不是当我是专门骗男人的吗 荣医啊 啊 没有别的信了 没有了 老板 我每天都这个时间下去拿信的 哦 我知道 是不是在想小安啊 老爸疼老妖 没错 这臭小子 骗我让他去欧洲旅行的时候 说去到哪儿都寄张明信片回来 你看看现在 老爸姓什么都不记得了 所以说呢还是多欢比较乖 你记不记得啊 他毕业的时候去欧洲旅行啊 到哪儿都寄张明信片回来 可是上飞机那天 我们才知道他去旅行啊 他们是双胞胎嘛 多心就不一样了 他就会隔天打个电话回来 撒撒娇 你说多好啊 手伸出来让我看看 你想知道啊 什么叫十个手指头做得起箭呢 我想知道 什么叫十根手指头有长短 四个子女当中啊 你老是爱说他 又不想想他一个女孩子 在美国多可怜 他自作主张跑到那儿去的 你不说他心野 小孩子长大了嘛 当然要离开我们身边了 希望他们在那边平平安安 不就好了吗 爸 我走了 你舅舅的弥勒佛法 放好了没有啊 放好了 你弟弟也真是的 连护身符都忘了戴了 他本来就是个糊涂虫嘛 你给了他就马上回来 不然你老婆跟儿子 从超级市场回来 看不到你呢 又要生气了 他不喜欢你跟润财在一起 我会分对错的嘛 走了 行了行了 天佛 你顺便把这些小菜和汤 拿去给你救救 不用了吧 他一个人没人煮饭 很可怜的 还有啊 他一个人害怕 你多陪他一会儿 对了 外婆呢 请你做继承车 快去啊 不然汤都凉了 快去 拜拜 有我这个好妈妈 这是你前世修来的 老婆 下次呢 叫你妈把手伸出来看看 十根手指头真的有肠有朵呢 喂 我想到了啊 你这个大姐做和氏佬的事 怎么样了 哎呀 好话呢我都已经说尽了 等她消消气 在加拿大玩够了 回来再说吧 润财我也训过她了 我叫她少到外面去混 在家好好地反省一下 胡辣 清一丝啊 喂 你说弃拳的 你不知道我是专门骗男人的吗 我又啊 更浅 不行了她太旺了 我去洗手间 你每次都胡大盘啊小姐 等等我去开门啊 我今天是赢了不少啊 我知道不用你说 快点进来啊 快要饿死了 顺便介绍几个朋友 给你认识一下 哈喽 糟了 夺命追魂哭 终场换人 淘汰出去 什么事啊大侠 我老婆哭了我啊 她在娘家叫我去接她 管她呢 女人嘛 你叫她回去煮饭啊 洗衣服啊 擦地板呢 带小孩子喽 你可以这么做 我可不行啊 我的武功境界 没你那么高 我半个钟头之内不现身 要做一个礼拜的厅长 那又怎么样啊 这样好了 这些赢来的钱呢 算我没赢过 你们拿去吃宵夜也好 分了也好 我先告辞了啊 对不起各位 不行 让位 对不起 你搞错啊 男人呢 你们见过这种男人没有啊 我才不管那是不是男人啊 现在怎么办 打算是麻将咯 副哥 你会打麻将的啊 不大会 是不是真的不大会啊 骗人吧 你过来嘛 我今天说很多了 是啊 玩玩你了 摆住你了 这样 这什么这啊 过来过来过来来 来玩玩玩 舅舅照着你啊 可是你要盯记一点 给我盯盯盯盯盯 全盯盯回来 好吗 你知不知道啊 安妮今天运气多好啊 没打几圈就赢了十滴滴了 还有啊 他早上捡了一个 对啊 表这么名贵 以后要小心点啊 还好今天是遇到你 你们早就认识啊 不是 早上福哥帮我捡回我的表啊 不是 是我撞掉了他的表 是是 这个世界真是小啊 这么快我没有见面了啊 那到底是捡到你的表 还是撞掉你的表 七条 碰 九章 哇 不会吧 哇 你怎么那么快啊 一下子就九章啊 天空 小心点打 你不要瞎福哥了 人家福哥是好人 我还要请他吃饭呢 嗯 三条 来 说了不要打三条了嘛 还打三条 你瞎了你啊 没事啊 啊 没事 你运气好 啊 真是 不打也好 我跟打 跟打绝三条 哎 子墨 四台 哇 这么快啊 哇 又不是我讲的 被你糊了啊 真是该给的啊 你就该给啊 获利回吐 毛小姐做大生意的 小小的麻将输多少都无所谓嘛 快点给 这 先记着吧 下把给 好 下把再给 有电话 要是你舅妈就说我睡到了 哦 我问他 我问他 喂 舅妈 泳琴呢 不是 我刚才到 哦 我 我还不能走啊 你说我说 是啊 舅舅不舒服 他上吐下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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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全都陪我 没人陪我呀 找个人陪我 好 好 等舅舅醒了之后 我马上就回去 跑马地是吧 是啊 谢谢 哎 要麻烦你送我 真是不好意思啊 哦哦 你刚才爬十几层楼送苏 不是一样 哦 我应该做的 喂 你很少玩得这么玩的啊 我是十年难得一次啊 我平时没什么消遣 哪像你那么活跃啊 你以为我想做野猫子啊 还不是为了做生意 哎 你不知道大陆人好麻烦的 跟他们出去啊 要吃要喝的 咖喽可以在家赌钱 哎 要不是为了谈生意啊 我才不甩他呢 是你有本事吗 哎 你看我好 我看你好呢 做小老板不是更幸福 什么小老板呢 还不是起碗是端盘子的 喂 那家店 就你几个兄弟姐妹打理啊 我那些兄弟妹才不管呢 就我老板一个人 我能忍心不帮他吗 哎 老人家心里啊最清楚了 谁能干谁情分呢 迟早还不是你的 那还不是一样要做 喂 听说啊 生老婆啊很赚钱的 哎 一个月能不能赚二三十万的 哪有那么多啊 大一点的店呢 就有十几万的毛利 我们这种小店呢 赚不了多少 哎呀 哎呀 哎呀三点多了 糟了 回去一定被老婆骂死了 喏 打个电话给你老婆 报个到总是有个交代吗 谢谢 喂 永勤哪 哎 是啊 舅舅吐得乱七八糟的 刚刚才睡着了 我马上坐计程车回来 啊 要不要给你买点宵夜 哦 好好好 就这样啊 哎 这里是湾仔啊 是啊 那你去对面买个粽子 回去孝敬老婆吧 啊 对啊 毛小姐你人真好 谢谢你啊 不客气 老婆 香喷喷热乎乎的 趁热吃吧 啊 怎么了 还生气呢 舅舅一个人孤苦伶仃的 不陪他说不过去嘛 你心里啊 有你舅舅就够了 去了一个晚上 连个电话都没有 人家会担心的嘛 我还以为你舅舅啊 又带你去鬼混了 不会 我怎么会跟他鬼混呢 是啊 不会不会 你舅舅这个人啊 是啊 知道知道知道 舅舅亲呢再没有老婆亲 老婆呢细水长流 夫妻恩爱白头到老大 对不对 你现在有种子吃 舅舅那就没得吃 是不是 怎么了 你不相信我啊 不是不相信你啊 我去拿筷子啊 傻瓜 怎么了老婆 怎么了 怎么样 疼死我了 这个房间这么小 又堆了那么多的东西 好了好了 我收起来我收起来啊 收什么 能收到哪儿去啊 收起来 那时候啊 人家怀着乐乐的时候 已经半过一次了 如果再怀一个 怎么住得下啊 真的 老婆你又有了 是啊 有了啊 有你的头 别这样啊 我努力赚钱 换个大房子喽 你什么时候 才能存到头七款啊 老公啊 我又有个朋友啊 他抽到了新的居屋啊 他说打算租出去 不如我们跟他租啊 嗯 不好又租房子 有什么不好啊 有的租比没的租好啊 比住这儿好啊 不知道我爸妈 会不会不高兴啊 你爸你妈最疼谁啊 乐乐啊 这就对了 那只要乐乐肯开口 就万无一失了 你看你吃东西吃得满嘴都是 爷爷帮你擦啊 哎呀 你看你越擦越脏真是 乐乐 来吃个虾饺 来来来 不吃 吃嘛 别只顾着玩啊 对了爸 您喜欢吃叉烧爆啊 我出去帮您拿 不用出去拿了 等它推过来就行了 没关系的没关系 乐乐啊 记得跟奶奶还有爷爷呢 聊聊天 知不知道啊 乖乖 我出去啦啊 乐乐 还想吃什么啊 只吃糖不行的 我知道 你喜欢吃广东炒面是不是 妈咪说房间很小 很小 妈咪说没有头 没有头七款吧 妈咪说有个阿姨 有洞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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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洞居 居屋是吧 是不是有居屋 可以租给你们这样啊 爸 叉烧爆啊 吃吧 吃去吧 不吃了 怎么回事啊 我也想知道怎么回事 一家人住得一起不好嘛 非要搬出去不可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说 天赋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交了房租 有钱吃饭吗 没那个本事 就别羡慕人家的生活 你们这些年轻人哪 你不要这么大火嘛 说话小声点行不行 你你你你 我来说吧 用钱 家里小我也知道 可是不管怎么样呢 还是自己买房子好一点 现在租人家的屋子呢 就等于这样帮人家供房子 而且天赋的薪水呢又不高 你这算一算 你知道了 你们剩不了多少钱了 还有杂费呢 是啊 就像爸说的嘛 没有那本事就别羡慕人家的生活 那不就结了 我约了客人坐脸 我先走了 乐乐走 上学了 你们慢慢吃 你 你看看他 你看看他 真是 来来来 吃茶绕包了 不吃了 打包打包打包 麻烦你买单 妈咪啊 上学不是走这边 妈咪带你去坐计程车 妈咪 你把我的手拽得好痛啊 乐乐 你要争气啊 知不知道 知道 你要疼妈咪 知道 以后长大了呢 你要买件大房子 给妈咪也住了 知不知道 来 喝吧 嗯 那么并不喝 看你火这么大 我怕那把火 把你的心给烧坏了 拜托你以后跟人家说话呢 心平气和点 眼睛就好像电灯炮似的 蹬着人家 我哪有啊 我有一句说一句嘛 我是不赞成他们班啊 你看又来了又来了 你这次比电灯炮还大呢 快不得我越来越胖 原来是被你气管了 我们自己也年轻过嘛 你应该知道他们的想法了 他们希望有自己的家 有自己的世界 有谁喜欢 跟十几二十个人挤在一起 窝在一块呢 你做老爸的 也希望儿子有本事 有自己的房子吗 是 我知道 这不就结了 而且永晴嫁给我们天父啊 真是下嫁了 人家怎么说也是印尼华侨 以前住惯了大房子 现在窝在小房间里边 也真是委屈他了 最惨呢 印尼又排华 他嫁也没什么亲人 他的将来真要全靠我们天父了 我也是为儿子和媳妇好嘛 天父有多少本事大家都知道 几兄弟姐妹之中 他是运气最不好的 十几岁就出来帮忙赚钱 书又念得很少 其实四兄弟姐妹呢 我最担心的就是他 那就对了 他这个人呢又忠厚又老实 靠他慢慢的存钱买房子 要存到什么时候 才能追得上房价呢 他是我们的儿子 我们应该为他打算一下 另外那栋房子 也买了有十几年了啊 那时候我们买下来是想保值 以后我们老了呢 就换间元朗的村屋 养养鱼啦 种种花啦 养养狗啦 就这样 不知道现在能不能卖个七八十万呢 我们还没老得要退休归隐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现在当然是先为儿女了 是啊 多卖点叉烧 钱再慢慢赚嘛 来 去找房屋中介了呢 来 表本啊 现在租我们那个房子的六姑呢 不是老叫我们卖吗 他租着价钱也不错 我记得 那就别便宜仲介公司了 去找六姑谈谈 好啊 走啊走啊 走 你到底会不会做脸呢你 你先躺下来再说吧 真是的 怎么可以这样做事呢 如果我不帮你挤那些青春痘啊 你又说我敷衍了事了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别亲眼 你知道我要吃多少鱼翅燕磨才补得回来啊 别呀 千小姐 别呀 千小姐 哎呀 真不像话 怎么他们做事呢 我再帮你重做嘛 把我弄成这样子 我怎么容易见人啊 你来干什么 你说是不是啊 我再帮你重做啊 看你不高兴 就来让你妈哥够了 怎么了 天山二老又在你面前说我坏话 你还在生他们的气啊 不敢 天山二老加上太君 变身成为天地人三魔 我哪敢得罪啊 不过说的也是 我娘家又不在香港 我能到哪儿去啊 我又不能像你舅妈一样 搜的一生就飞去加拿大 永勤 我爸妈不是那种人 不是这样那是怎么样 你怎么说也是大儿子 你想买房子 他们有没有关心过啊 省吃俭用的 就只便宜了你那个舅舅 有没有为你们着想过啊 你老妈偏心偏得太过分了吧 我这么大个人了 难道还跟他们拿钱呢 应该自己去赚吧 你怎么自己赚啊 啊 你就靠那些叉烧啊 其实一家人住多好啊 你没听过吗 家有一老呢就有如一宝 那现在家里有四个宝 带孩子啊洗衣服煮饭 都有人做 我们有的是有的住多好啊 是啊 饿了还可以去店里吃盘叉烧饭吗 哎 现在又不用你洗碗 又不用你煮饭 哦 我宁愿有自己的房子啊 我宁愿洗衣服啊 擦地板啊 什么都自己做 好了好了好了 我以后呢买栋房子 用你的名字 这么好 你连儿子都帮我生了 我还跑得了吗 那我拍胸脯向你保证啊 我李天福对陈永勤 永远一心一意啊 你啊 坏死了 又学你舅舅那一套 油嘴滑舌就会哄 好了 吃东西 不不不不 你手摸过五香粉呢 就别再去碰那些花椒了 哦 知道了 哎 别放那么多八角 鹅味都没了 知道了吧 你放心吧 我知道了 妈 你们两夫妻的想法呢 我跟你爸爸能了解的 我们商量过了 把深水坡的房子给卖了 然后拿六十万给你 你去挑房子吧 六十万 是 你老爸老妈呢 又不是千年化十 我们也知道 男人大丈夫 是应该有自己的家的 哎 你小时候我没能力 让你念书 现在只有能做多少 就做多少了 来 不过以后弟弟妹妹有事呢 你可要帮忙啊 哦 我知道 我知道 对了 这附近有房子要卖 有空去看看 嗯 近一点可以回来吃饭 也可以省点钱 还有啊 你老妈也放心一点 喂 这句话是你自己说的 又赖我 谁说的都一样啊 说起真话 也有奶子做父母的 不担心自己的儿女呢 但是这钱是你们信心库存的 哎 别说这些话了 说真的啊 现在买房子正是时候 不然等房价又涨起来的时候 又买不起了 那就麻烦了 嗯 钱用了可以再赚过来吧 是啊 妈 你回去呢 跟咏琴商量一下 还有啊 我们得串通好啊 要说那笔钱呢 是咏琴的娘家给汇过来的 千万不要说是我们两个给你的 是是是 你知道不然的话 又知道知道 又要弄得天下大乱 是啊是啊 总之无论如何 这件事呢 不可以让两个人知道 舅舅和外婆我知道了 我不会告诉他们的 啊 你们放心吧 妈 那些碗筷和瓦斯炉 我都洗干净了 真的 谢谢你了 不客气 来 吃个礼啊 嗯 嗯 很甜的 勇琴买的 真的 今天什么日子 太阳打西部出来的 大家都是一家人 客气什么呀 我来开我来开 舅舅你来了 勇琴 随便坐啊 好 新王 润才 润才你来了 来 喂 吃个礼啊 很甜的 待会儿再吃喉咙好 赶紧喝点东西 喉咙干 那就要喝一碗 这个咸鱼头豆腐汤 来降降火 啊 拿着啊 你给我的 嗯 谢谢你啊 别客气 喂 天佛 叫酒 帮我尝尝这碗汤 嗯 干什么 很好啊 很好喝 你老婆啊 我一进来啊 就笑眯眯的拿碗汤给我喝 你知道 她一直是恨我在心 口难看 所以叫你尝尝是不是毒药 别这样 舅舅 喂 没毒呢就喝了 你 对 你心情不好 不是啊 你这么晚来干什么 吃过饭了 喂 我不是每次来 都是为了吃饭吧 那看看你可以吧 来看看我 枉我这么疼你啊 我每年就买礼物给你啊 记不记得前年送什么给你 你前年哪有东西 买东西给我 去年呢 对了 你说送我一只表的 到现在连影子都没有 我真的对你这么差啊 那倒不是 好了 别生气生气 一次过 几年的礼物呢 你自己去挑去选 拿着 怎么这么多钱啊 舅舅 记不记得那个安妮啊 记得 她是做大陆生意的 我跟了她一点点 赚了一点点 来 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 嘘 我知道 舅舅 我知道 我知道 那外甥舅舅 没得说嘛 赚到钱当然分享一下了 那算你老爸呀 这也攻击一毛不拔 我大姐也是 对外人的还比较大方 哪像我这么疼你啊 不会啊 你不知道他们对我多好啊 你猜他们给了我什么 给你什么 六十万哪 六十万 六十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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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